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来了 妈妈 妹妹 我终于能偿还我的罪孽了 我慕离 这一世 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 我叫慕离 就在不久前 我放弃了成仙的机会 用这五千年的道行 施展了逆转重生诀 重返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只为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赎罪 现在是2017年5月8日 我要尽快赚钱 改善家里的窘境 不过现在 急需一点小钱 听说学校附近新开那家小龙虾很好吃啊 要不要去试试 好呀 好呀 穆大公子又没去上课 哥儿几个饿了 今晚也请我们出去吃一顿呗 穷光蛋 不理人是吧 你就不怕我们把你的秘密告诉全班 你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全是你吹出来的 你信不信 我能让全校都知道 诸葛别这样 人家想装有钱就让他装嘛 不过慕离啊 社友们一直帮你保密打圆场 你可别不领情啊 就是就是 你们出去说好了 我不介意 这小子 给脸不要脸 重生回来 法力尽失 我得先想办法把法力弄回来 八百块 不低了 电脑这东西更新快 你这都用了三点多了 为了让我上大学有电脑用 妈妈省吃钱用了几个月 如今竟然只能卖八百 但我在大学期间只贪图享乐 还装有钱人混夜店 一没有钱 就逼妈妈 就是这样 妈妈的身体才 妹妹也被周世衡逼得跳楼自杀 这一世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妈妈和妹妹 喂 慕离 这是我兼职两个学期赚的五千块 你拿去 别找妈要了 五千块 我不要 你留着在学校用吧 学 我不上了 我不赌了 我不赌了 去打工 妹妹 对不起 给我几天时间 相信我 老板 给 谢谢慧顾啊 嗯 必须找个人少的地方去炼制灵液才行 我记得附近有座山丘 就去那里吧 地球灵气稀薄 想要快速修炼就必须靠着灵液 可是这灵液炼制起来 这 这是 竟然成功了 太好了 这下可以开始修行了 修仙分为炼器 元丹 神魂 化神 天人五大境界 而我所炼的生仙诀是剑向最快的上乘功法 就算只达到第一层炼器境界 也已经能远超常人的力量了 只要能修炼成功 终于成了 炼器初起 试一下现在的力量 现在的我应该足以应付华夏的凡俗武夫了 接下来 到哪里可以快速赚钱呢 对了 那个地方应该有路子 纪元交易网 俗称世界黑市 在这里可以交换信息 交易物品 发布或接受任务 武尊应该属于武者的一个境界 凡人而已 悬赏 娶龙山富豪苏文之女苏家其性命报仇一千万 天哪 风刺竟然接下来这个任务啊 杀生门接下的任务可从来没有失败过 风刺可是杀生门的顶级杀手 他亲自出手 这苏家爱女必死无疑了 要说那苏文哪 也是个本分商人 传闻苏文女儿生的花容月貌 活色天香 可惜啊 苏家不知道惹上了哪路阴王啊 出一千万 杀一个女孩 这种事也有人做 救急 成聘一名高手保护小女一个月 筹进两千万 两千万哪 苏文可真舍得 要不想绑住苏家爱女 除非苏文能请动武尊出手 可他封刺 行事独辣 所有妨碍他任务的 都会毫不犹豫地铲除 谁敢接着任务啊 整个龙山也就留生一个武尊 他刚刚突破 怎么可能出手 苏家爱女没救了 好 有意思 竟然真有人敢接 无极 他哪来的无冰小毒啊 真是出生牛肚不怕 新人刚出道 就挑战成名杀手 对 我是无极 我在网与网咖 派人来接我 一个网吧 老爷 这人靠谱吗 唉 有人敢接任务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把人接过来再说吧 这房子 还真大 这么年轻 您就是无极先生吧 在下是任务的发布者 苏文 您快请进 先带我四处走走看看 也好 我们边走边说 我在生意上 有一个死敌 争斗多年 前不久 我把他转黑心前的线索 提供给了警方 他被警方通缉 畏罪潜逃 没想到 居然用这种方式 来报复我 苏先生 你这别墅 你这别墅虽然安静 但是人可真不少啊 他不过走了一圈 竟然就察觉到了暗中的保镖 不过 队上顶尖杀手 这些人可就没什么用处了 老爷 林师傅回来了 啊 林叔 赵川 你们回来了 唉 我本想找点帮手 但大家一听对手说封刺 就都拒绝了 这 别会心 你父亲是我昔日好友 我定会全力帮你求个万全的法子 这位是 啊 他就是街下黑市悬赏的那位 一号 吴吉 啥 这么年轻 朋友 这悬赏的两千万 你吃得下了 赵川 休得无礼 都是来帮忙的朋友 不要伤个和气 但这人 确实太年轻了 想来 也厉害不到哪里去 罢了 先问问 他有什么打算 吴吉先生 关于保护我女儿 你有什么想法吗 把周围所有的保镖和监控都拆了 小兄弟想引风刺献身 不过这种简单的手段 他应该不会轻易上当的 不 是他们太弱 只会暗示 这人口气 未明也太大了 至于这两位 勉强可以留下 你以为你是谁 武尊吗 敢不敢跟我打一场 区区武尊算得了身吗 想试我 你不行 你说什么 想试我 把这里所有能打的人都叫来 你们一起上吧 武尊先生 要不我还是和赵川单打一场吧 无妨 来吧 我看你能撑几面 呼呼 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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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尊先生 他不出手吧 这是怎么回事 他根本连手都没动啊 难道说我 他是 是 你 也一起来 臭小子 没有错 这个力量是 无极先生 今天是老头子我看走眼了 向您赔罪 师父 难道 您也不是他的对手吗 嗯 那便是刚入无尊的柳无声 也不是无极先生的对手 什么 没错 无极先生 是一位修为极身的 武尊高手 啊 武尊 无极先生 真是天纵之才啊 过奖了 只是一些巧劲而已 他们似乎把我当成了武尊 那小女的安危 全仰照无极先生了 请问先生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两个要求 第一 两百万定金 第二 保护事宜 全部我说了算 好 我马上派人去办 嗯 定金尽快到账 明天我要出去一天 出去 那疯子一杀人信息著称 恐怕这两天就会动手啊 那就让苏先生的女儿 跟我一起出去吧 这 爸 你 哎呀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没看到这里都是客人吗 哼 我每天都被囚禁在家里 吃了睡睡了吃 不穿睡衣穿什么啊 你 哎 佳琪也实在家被闷太久了 心情烦躁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这家伙是谁 苏佳琪 我警告你 无极先生是保护你的贵客 不许无礼 哼 都小心 接下来的一个月 请你听从我的安排 当然 我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那我要出门 嗯 呃 唉 好吧 耶 太好了 你明天跟着无极先生出门 必须跟紧他 不许乱跑 知道了知道了 哼 等我出了门 难道还要我听一个宝宝的话 全叔 去大都会 我好久没逛街了 去龙山理工大学 哦 全叔 你听谁的 老爷交代过 今天一切都听无极先生的安排 停车 我自己去 哦 停车 嘿嘿 本小姐告辞了 哼 这样吧 你别闹 先陪我去办个室 之后你想去哪儿 我都陪你去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真不怎么样 哦 你这人 跟我进去 我怎么可能进这种地方 小姐 老爷交代过 你要随时在无极先生的视线范围内啊 等一下还想逛街的话 就赶紧跟上 这都是些什么脏东西啊 谁啊 哟 木大少爷回来了 今天带的妹子不错呀 嘿嘿 妹子 哪里来的呀 要不要跟哥哥们打会儿游戏啊 嘿嘿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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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逗一下她们 嗨 开个玩笑而已嘛 我们关系那么好 就是就是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求病 病了 你 天呐 死了 救 救命 没有出界孤狼 救命 不要杀我 救命 大王 救命 不要杀我呀 小孤佬 你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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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是怎么了 撞鞋了吗 幻想而已 不用管他们 我去拿些换鞋的衣服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好的 快告诉我 你刚刚到底用了什么鞋术 鞋术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 不要 我错了 开个玩笑 别 混蛋 无极先生 接下来我们去哪 稍等 喂 我现在过来找你 你在哪 去龙塔街道107号 夏爷小姐 欢迎光临你不咖啡厅 原来你喜欢这种吊吊啊 木心在这种地方兼职啊 来喽主人 主人 您的饮料到了 主人 要小心烫哦 主人 请问您要点些什么 你们这里有个叫木心的员工吗 小新 他正在后厨取餐呢 小新星 有客人找哦 来啦 妹妹 妹妹 给 小新啊 你可让我久等了呀 快过来 这个混蛋 快过来 陪我聊聊天 我还有工作要做 孙少爷 是陪 哎 小新 别走呀 嘿嘿 小新 做我女朋友吧 哇 哇 好大的钻石啊 不愧是孙少爷 出手好阔绰啊 我知道你家境贫寒 还有一个灰金如土的废物哥哥 日子过得很苦 只要你跟着我 我保证你从此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不用了 失陪 敬酒不迟迟罚酒 敬酒不迟迟罚酒 老板 给我滚过来 来了来了 孙少爷 怎么了 你们店里的女仆 把水泼我身上了 叫她过来 给我舔干净 嗯 沐溪 你怎么做事呢 嗯 你是谁 给我放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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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他的身手竟然这么好 喂 你 你是什么人 胆敢多管闲事 我可是孙氏地产的继承人 他我 你找死啊 哟 我还不知道呢 原来孙氏地产这么厉害的吗 这声音是 你敢动我的人 你 该死 居然碰上了苏家的小魔女 你 主人慢走 你们给我记着 小孙又就走了 不等我找你爸来一起聊聊 你欠了我一个人情了 不 是他欠了你一条命 哥 我们 离开这儿吧 好 妹妹 你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坚持 这里工资高 这里 都是因为我 妹妹才遭受这种屈辱 我还没有换衣服 苏小姐 有什么推荐的服装店吗 这你算是问对人了 欢迎光临 好 好看吗 当然了 我选的就是好看 不错 不行 太贵了 我还是不买了 哎呀 怕什么 你哥现在可是有钱人 买下整个店都没问题 何况几件衣服 怎么可能 他现在是我家的保镖 工资可高了 嗯 妹妹 我给你转了二十万 你留下一些 剩下的给咱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你先拿着 前段时间 我碰见了一位隐藏于世的高人 他点醒了我 并传给我五道 所以我改变了 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鬼话吗 妹妹 我真的改变了 人会没有缘由就改变吗 算了 你变了就好 我会把今天的事 说给妈听的 帮我跟妈说声对不起 这句话 还是你自己去说吧 我说 这位武艺高强的牧师傅 你该不会是个媚控吧 呃 哼 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多 打算怎么报答我 哼 接下来你想去哪儿都行 耶 笑品 Go 这女人 心情也推好了吧 今天真开心 是是是 看出来了 无极先生 怎么了 没事 先回去吧 是 目标上路了 怎么回事 路中央怎么会突然横着这么搓一棵树啊 无极先生 这是 竟然搞这种小把戏 那我就陪你们玩玩 好丑啊 什么声音啊 全说你坐在地上干什么 你笑起快回去 有人埋伏 什么 人在哪里 这味道 不好 是迷魂烟 看来得用点手段了 哎 那小子人呢 木犁 你在哪儿 我 兄弟们 小心点 赶紧先把目标带走 你们 是哪路的 糟了 这小子玩儿空城剑 别怕 就他一个人 臭小子 你就一个人 我就不信 你能打过我们全部兄弟 兄弟们 上个 把这臭小子干翻 同啊 我丢他 杂鱼就是杂鱼 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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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龙山市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高手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还没有资格发问 我最后再问一次 你们是哪路的 想从我这儿得到信息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糟了 竟然浮毒 大意了 这帮杂鱼乱砍树 还要我收拾残局 接下来是那个女人 不会像漫画里一样 刚好这个时候醒来吧 她要是现在醒来 免不了又是一通麻烦 苏佳琪 苏佳琪 你要干什么 救你 这些人是 别人顾的杀手 杀手 天哪 发生了什么 走 走 先回苏家再说 事情就是这样 杀生门的人吗 我觉得不是 他们手臂上有一个叶子形状的标志 杀生门应该不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 叶子形状 以前好像听闻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了 看来又有其他人盯上了佳琪 以后不能再让他出门了 还是小心为上 确实不能太大意 苏先生 能请您找几个浴室给我吗 浴室 管家 帮吴吉先生找下来 好的 老爷 吴吉先生 您看这些浴室可以吗 很好 难道吴吉先生 是想给这些浴开光 驱魔辟邪 开光驱邪是江湖骗子的说法 练武之人可不信这些 抱歉 是我妄言了 成了 谁啊 是我 大晚上的 你来干嘛 你把这个贴身戴上 贴身 你要干嘛 把枪拿来 吴吉先生 这也太神奇了呀 可惜只能用一次 一次就是一条命 这等宝物自然无法长存 不 这只是用来演示的 本就是一次性的 什么 这些才是正品 每个能用四五次吧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吴吉先生 可不可以给苏扎琪一个 他的我已经给了 苏老爷您留一个 剩下的麻烦您派人送给我妈妈和我妹 好的 我立刻去办 多谢了 你叫我带 我偏不带 谁也带谁带 你要去哪儿 出去玩 外面这么危险 你别胡闹了 我叫要出去 他没有带我送他的御主 算了 拿人牵财 与人消灾 我陪他出去吧 那麻烦吴吉先生了 跟屁丑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着我 不可以 有一天吗 不行 臭木鸣 讨厌死了 一直被他跟着 怎么来啊 有了 哎呀呀 人家突然好想去厕所呢 木鸣哥哥 你要一起吗 你 你自己去吧 这女人是怕我看不出来她要搞鬼吗 跟我斗 就凭你小子 也想看住我龙山苏魔女 你还太嫩了 苏 家 齐 四木鸣 又吓死我 谁让你爬这么高的 你 你什么时候跑到那里去的 你别管我什么时候来的 那是你 你什么你 走光了 啊 小狼 天啊 凶死人了 那家伙 应该还在下面吧 过去看看 嗯 嗯 果然不能有常人的逻辑思考这个 讨厌鬼 简直阴魂不散啊 木鸣 嗯 她是 李瑶 高中时候的温柔女神 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李瑶 我曾经还暗恋过她 前世流落街头的时候 她还帮助过我 这位美女是你女朋友吗 嗯 还不赖吗 我再不是 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 当时你变了好多 气质都不同了 哎 岁月催人 你才多大年纪啊 啊 对了 过几天是我的生日 会在家里开party 你也来吧 时间和地址我微信发你 好呀 一定 那我先不打扰你约会了 没想到 还会和她重逢 嗯 嗯 嗯 不离先生 不好了 消息错了车钥匙开车跑了 她连驾驶证都还没有呢 这可怎么办呢 没事 交给我 光顾着说话 竟然把她忘记了 真是麻烦的女人 我终于自由了 什么情况 我们接到举报 有人无证驾驶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我 下车 跟我们走一趟 车既不行就别上路 别再给你们女司机抹黑了 是你举报的我 不然呢 当然是本手法功名了 死牧蛎 我要杀了你 干什么 还在生气啊 我不想接你 出来 我有事求你 求我 这次只要你帮了我 我就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条件 成交 你昨天答应我 以后不跟着我的 可不能反悔 嗯 傻瓜 我不明跟 暗地里跟不就行了 莫莉 你来了 我们又见面了 生日快乐 哦 是上次那个女生 你好 我叫李瑶 是莫莉的高中同学 你好 我叫苏佳琪 是莫莉的主人 主 主人 这个死女人 哟 这不是穆大公子吗 没想到你也来参加瑶瑶的生日party啊 是她 无名 这个心胸狭隘 视力眼的小人 上辈子在学校的时候 就诬陷我偷他钱包 后来的日子里 更是三番五次找我麻烦 羞辱我 同学们更是用看贼的眼光看我 这种感觉 真是让我终生难忘了 不过莫大公子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寒酸呢 是装有钱人觉得没意思了 又开始装低调了吗 啊 哈哈哈哈 服了 这是什么垃圾同学 牧莉 这里的苍蝇好丑 我们去外面转转呗 嗯 走吧 苍 苍蝇 那种丧家钱 凭什么身边跟着这种漂亮的女生 你给我等着 哇 孙世地闪的董事长和少爷都来了 啊 抱歉李总 赌上赌车来晚了 嘿嘿嘿 哪里哪里 您跟赏光已经很感谢了 孙大少真是年轻有为啊 孙少 待会儿咱们一定得喝一杯 哇 孙少来了 嘿嘿嘿 李大小姐生日快乐 我敬你一杯 祝你一直这么美 呃 谢谢孙少爷 孙少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我可得离他远点 啊 啊 那是 苏佳琪身边那小子 上次害我在咖啡厅出了仇 这次绝不会放过你 孙少您好 嗯 我是吴明 我们已经见过 不知有没有机会跟您做个朋友 哼 有了 啊 吴哥是吧 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朋友可否帮个忙 孙少客气了 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想让那个人出宠 你可以帮帮我吗 哇 沐梨竟然和孙少有过节 搞沐梨不是我的拿手好戏吗 哎 孙少 我有一计 您听我说 妙 就怎么办 这位小姐 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 蛋糕这么好吃 为什么要注意形象 沐梨 沐梨 你来一下 吴明 这家伙叫我 估计没什么好事 算了 去会会他又如何 什么事 沐梨 孙成仁 他们怎么勾结到一起了 你 你干嘛瞧我东西啊 打人了 沐梨 你怎么这样 几头东西还打人 又来这趟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真是换汤不换药啊 咦 那边怎么这么长 大家快来看看这个可恶的小偷 哎 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是沐梨偷了孙少爷的东西还打人 怎么这样啊 不要脸 就是就是 都是男人 玩什么阴的 沐梨 你高中时期就是出了名的品行恶劣 没想到现在 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等一下 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沐梨不可能做这种事 李瑶 你也太单纯了 怎么就看不清她的嘴脸呢 还这么维护她 沐梨 你竟在李瑶生日会上偷东西 你这样对得起她吗 看 这是我的老历史 却在她的口袋里 沐梨 你这个小偷 你们这手法也太拙劣了 但我傻子 还是你们就是傻子 是谁 敢当我儿子 孙少爷 您没事吧 哪里来的臭小子 快给孙少爷道歉 臭小子 我们孙家人 可不是能被随意侮辱呢 如果不想吃官司 你最好给我跪下道歉 好 我要是不呢 你这个小偷 偷了我几十万的手表 还敢这么嚣张 也就几十万 有必要叫这么大声炫耀吗 孙家就这么没见过世面啊 小魔女 她竟然也在 东西也没丢就喊人小偷 你信不信我们告你诽谤啊 这种人你跟他们 费那么多话干嘛 还要我出马 真是耽误我吃蛋糕 小丫头 你谁啊 哼 什么阿猫阿狗的东西 瑶瑶 该多认识孙少爷这样的人呢 不认识我很正常啊 你以为谁都有资格见到我本人啊 来人哪 把这个大爷不惨的女娃也给我轰出去 你个老糊涂 竟然连我的脸都不认得 好呀 我还从来没被人轰过呢 你待在我身后 木梨 在我面前 谁敢动她 同学 我劝你束手就擒 这里的保安 可不是吃素的 别跟她废话 给我打死她 佳琪 你先到一边躲着 啊 你要干嘛 这气流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是 武者 啊 这是 虚影 受死 啊 啊 啊 呀 木梨 那个孙老头也要教训教训 啊 你 我可是孙氏地产集团的董事长 即使你是武者也不可以 啊 啊 父亲 敢动我孙家 你小子死定了 记住了 我不说话 并不代表怯懦好欺负 不代表你就可以肆意妄为 木梨 你一个区区武者 别太嚣张 啊 木哥 是孙成仁让我陷害你的 我不是故意的 无名 你个叛徒 啊 木梨 你太棒了 哎 这位同学 你快走吧 看在瑶瑶的份上 我会帮你求情 孙董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爸 刚才无名都招了 是他们设计木梨的 哎 你个孩子懂什么 哇 是那个人 那个商业巨布 他竟然也来了 呃 苏 苏文 无极先生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呃 苏文居然对这个年轻人这么恭敬 你哄 快叫人来 把那个小混混送到警察局去 关他个十年八年的 孙董 别说了 你是 苏董 孙董 今天的事情 请你卖我买我苏某人一个面子 小女和朋友跟你儿子打闹而已 我看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不要追究了吧 你说呢 呃 呃 好帅 酷毕了 好喜欢 哇 无极先生 走开 别抢 木林最讨厌了 呃 无极先生 我狗也不是泰山 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无极先生 哎 无极先生 认识一下吧 无极先生 好帅啊 无极先生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莫林 可不可以是老同学 加个微信吧 无极先生 无极先生 五盟的人想见你 嗯 五盟的人 琳朗 五盟是什么组织啊 五盟 是华夏五准联盟 受命于国家最高领导层 咱们处理华夏五者的一切事宜 听说他们这次来 是和之前袭击苏小姐的那群黑衣人有关 白族长 我已经把无极先生带来了 嗯 无极先生 这位是龙山五盟分二组的白族长 无极就是这样的 年纪轻轻的 居然敢跟封刺那种凶人叫板 小兄弟敢接下那个玄赏 想必也有些真本事吧 你想说什么 不用拐弯抹角 我们得到消息 据说不法门派和欢派盯上了苏文和李红的女儿 我们听说小兄弟负责保护苏佳琪 就想来打个招呼 哦 那招呼打完了 我先走了 你 臭小子 竟敢跟我们组长狂 哎 冷静 提醒小兄弟一句 和欢门力量强大 我们会暗中保护你们 切记不要单打独斗 都行 随便你们 组长 这小子也太狂了 你跟一个短命鬼哦什么气 也对 她不可能是封刺的对手 李瑶 嗯 茉莉 你来了 李瑶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刚刚没来得及给你 哇 茉莉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和钱没关系 切记 贴身佩戴 好 好的 茉莉 你居然拿我家的玉泡妹子 那个 等会儿有个化妆舞会 要一起去玩吗 好 苏佳琪 你又要搞什么鬼 啊 这你都能认出我 感觉了 哇 不愧是女神 好美啊 怎么了 很奇怪吗 没有 很好看 那我们去跳舞吧 其实 我不会跳舞 没事 我教你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灯怎么灌了 怎么回事 应该是还有什么惊喜吧 你们是谁 放开我 茉莉 救我 李妖 你先待在这儿别动 我去看看 那你要小心点 嗯 终于走了 就剩下你了 嘿嘿嘿 啊 狐狸 真是 可恶啊 有股力量保护她 无法靠近 脱 李氏之女情活失败了 唐主 骨盟射了埋伏 我们尽力了 红刀疤 你居然还没死 今日你栽在我白石山手里 让你有去无回 呦 是你呢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想当年 帅武蒙灭我和欢派 今天 必须让你血债血偿 你们的恩怨我不管 但是 如果你不把苏佳琪还回来 我就要你好看 不急 你远一点 红刀瓦和我实力不相上下 你来只是送死 好 我只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白石山 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你这混账 竟然搞偷袭 白队长您不厌诈呀 现在就给我去死吧 我说过 只给你们一分钟 他居然这么强 完全不在我之下 可恶 这家伙是谁 居然这么强 既然你如此 别怪我了 别怪我了 不自量力 我吃了老祖赐我的药功力大增 你们在我眼里 都是渣渣 别怪我太多了 比怪物还强大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这是哪里 我呗 放假了 这女娃长得细皮嫩肉的 害得我都快把持不住了 走开流氓 别碰我 你猴急什么 这是老祖的东西 可惜死了 你又忍你 能老祖小用完了 自然轮到我们享受 死茉莉 烂茉 你究竟去哪了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能有这么东西 这个绿瓜 老祖在哪里见过 谁啊 臭小子 看我把你射成筛子 你别忘了 那女孩还在我手上 你不要过来 否则 我把她丢海里喂鱼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来啊 不想伤害啊 找死 这个人的怀抱 好温暖 好喜欢 苏董 你那里有没有消息 这次袭击的人 都服毒自杀了 包括红刀疤 好 看来这次的线索又断了 慕黎 慕黎你能过来一下吗 怎么了 你好点没 慕黎 慕黎 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鸭儿无情的家伙 说好的保护我呢 佳琪 别胡闹 如果不是乌鸡先生 你现在早就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下次我一定全力保护好你 这块木头疙瘩 今天怎么 现在可以从我身上下来了吗 那个 乌鸡先生 孙家父子找你 乌鸡先生 上次的事是我父子二人下了狗眼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这点心意请你晓得 嗯 放在那儿吧 以后再敢靠近我妹妹一步 绝不饶恕 不敢不敢 算时间 这时候疯刺也该行动了 疯刺从国外回来了 看来他马上就要行动了 可惜了 苏家那个美人 红颜薄命啊 在这个小小龙山 封刺要杀一个人 又有几个人能打 不是还有乌鸡吗 进了两千万的悬赏 怎么着也得有点本事吧 乌鸡 一个新人 再有本事又如何 也不想想封刺是何等凶人 区区一个乌鸡 就算再厉害 又怎是他的对手 封刺 算什么狗屁东西 我无极自幼习武 乃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封刺不过一屠夫 禁我无极设赌局于此 买我无极胜一赔十 封刺胜一赔一 无极先生在论坛搞了赌局 是的 连封刺都惊动了 给自己都投了一千万 去给无极先生 加码两千万 我不管 我要出去玩 小灰鸡带你的赌铁 投注二十万 支持封刺盛 并留言封刺加油 干番无极萧小 苏氏文流 支持庄家两千万 努力 你敢不听本小姐说话 我听 我听 哼 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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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